晚上好朋友们,咱们又见面了 这今天晚上这期故事呢,我节奏得快点 因为故事实在是太紧凑了 这大叔是山东人,没名字,岁数老大的了 人家没说自己是姓什么,就跟我说他姓刘 然后大叔说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八六年 八六年的这会儿啊,大叔还在厂里边上着班了 不能说是个小伙子啊,反正还挺年轻的 那这大叔的故事咱得分两个阶段讲 第一个阶段呢,先是一个算是厂里边发生的事 但是这事呢,它跟那个咱们那个主题没关系啊 但是讲出来也非常精彩 因为呢,八六年这年,大叔厂里边出了个大事 就是他们厂里边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 平时也不怎么说话的 结果就在他们这个城市杀了仨人 这小子杀了仨人之后呢,就给跑了 但是等警察同志来到厂里调查的时候 大叔呢,没有一个相信的 就厂里人根本就不信 因为厂里平时牛的,腰五鹤六的那个工人有的是 那就是刺头捣乱的 但是谁都想不到 是这小子干出来这事了 可是由于大叔当时在保卫科 嗯,一点办法都没有 大叔是有一定责任的 因为那会儿都是国营工厂嘛 所以说他必须得配合警方 抓捕这小子 结果就在这段时间里边 大叔起码得有二十多天 跟好多警察同志有密切的接触 由于这个抓捕的时候 不是大家看警匪片那样的 到哪都是激情 啊,打打打打,拿枪 不是这样的 抓捕的时候大量的工作是蹲点,等着 所以呢,大叔他们在那待着也无聊 结果就跟当时的一些警察同志聊几天了 然后大叔就从警察同志的嘴里边 听到了这么一个好多年前的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呢 不是这么简单的 后边特别的麻烦 所以说我尽量的精简着给您说 大叔的这个故事是守这小子 守到第八九天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从七点多钟就守在这个在淘子这小子的姑妈家门口等着 看看他会不会去他姑妈家 而且他们也是收到疯了 可是打七点多一直守到凌晨三点 不见这小子的踪影 所以在这期间呢 有大量的空闲时间 当时大叔他们是四个人坐在吉普车里边 然后四个人就聊起天来 由于这车上有一个警察五十多岁了 但是特壮士 人站在那跟个钢板坐的似的 所以说大叔见着这警察时 他就对这警察特别好奇 结果那天呢 也是跟人套进口 就问人家 叔叔 那个叔叔同志 您 您以前是当兵的吧 您注意这会儿大叔还年轻了 不是现在这样的啊 然后呢 这老警察呢就说 啊 看得出来是吧 啊 啊 转业了 转业了 干了 得十来年兵吧 这老警员说话明显低调 大叔呢 还没来得及 接下来问 旁边这稍微年轻点的就说话了 哎呦 这是我们副队长 啊 呃 我们副队长厚道 不什么都不争 要不然早上去了 你知道 就你眼前这 这人 你知道破过多大的案子吗 结果呢 这年轻点的这么一说 这岁数大点的就拦 那意思别提这事了 可是大叔呢 就特别好奇 就继续询问 结果问着问着 大叔就越听越不对劲了 因为这老警员好像不乐意给他们说事的 但是呢 也不是说完全不想说 还想引出来一点 结果大叔就在那一致的追问 然后旁边这年轻的就又说话了 我们正对这些事 难道大晚上不适合讲 我们怕你们害怕 你们别问了 嘿 大叔一听更来劲了 哎不是 那个那个 那个叔叔 我们真不怕这些东西 就是 那个刑侦的杂志 什么烂七八糟 我看的多了 没事 您真遇上过什么大案子 结果这老警员没说话 小警员在边上插嘴 我们正对遇上那案子 可不是你们看小说能看到的 啊 那案子斜了门呢 结果呢 这小子这么一说 更买尼采了 这车上另外的这厂里的这俩人 就包括咱们大叔啊 两个人就对这案子好奇心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了 所以说后边啊 你就是魔库当 他也得让这老警员把这故事讲了 那么后边这车上的一大堆谈话 咱就都忽略了 实际上大叔都给我讲了啊 反正就是总之 摸了他可能得有十多分钟 这老警员才把这事给他们说了 结果万没想到啊 就听完这故事之后 大叔说我们俩当时在这车里边坐着 就感觉着明明是夏天 车里变成冬天了 超冷好冷的 而且后背感觉阴风阵阵 并且我们当时真的是受到精神刺激了 就感觉这周围啊 有哭声似的 不过咱说实话 啥声音都没有 那会儿真的就是给吓坏了 这原来这老叔叔说的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啊 是发生在他刚当警察 也就是说 得从八六年算 退后十六七年前的事 那打八六算呢 十六七年前 咱们这警察叔叔呢 还正值当年了 最年轻的时候 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呢 是寻警 但是那会儿不叫寻警 人有专业的词汇啊 我没记住 我大概就是干这个的 但是结果有这么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 大叔他们是四个人 武装巡逻 带着枪的 而且开着一辆啊 当时算是特别好的一辆吉普车 三个人呢 就行驶在山东某大城市的街道上 一边行驶着 一边就四处张望 因为得干正事啊 对吧 结果呢 转了一大圈 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驾车的这些人就说 那一三累了 咱要不停边上停一下 结果四个人把车就停路边上了 然后四个人就下车 一人点了一根烟 点完烟之后 其中有一个哥们 就跑到旁边撒尿去 就是站到边那个树林子里边啊 那个年代不是就像现在这样 现在警察同志不能抽烟 年代不同 时候事都不一样 结果呢 这刚走进树林子里边 尿尿的这哥们 就听见里边有人跟他说话 同志 同志 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这个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而且离着他们还挺近的 结果刚解开裤子 这个 这这这这警察收出去 谁啊 谁啊 等于这裤子就没解开 蹭一下把枪就端起来了 然后后边的那三名警员 一看这个也冲上去了 怎么了 谁啊 可是在里边一番寻找 这声音就没了 但没完之后 那剩下的仨人得问他呀 你怎么了 带好好的干嘛呀 你不尿尿去了吗 结果他说有人跟他说话 但是把那里边找了半天 根本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当时 四个人就搅着这地儿 斜了啪唧的啊 就赶快随便找了个地儿 尿了泡尿 快速地回了吉普车 开车就准备走 可是上了吉普车 把药插上面这一打火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车就不着 而且这个车是新车 拿过来也就才一年来 根本就没坏过 但是问题是怎么点 接下来就不行了 而且连续打了得有十几下火 但是由于整个车上 就一个人会开车 那年代真不是说 所有警察叔叔都会开车的啊 所以剩下那仨人的就懵了 就问这个人 不是 怎么了这是 怎么点不着了 这人也不明白呀 这怎么回事啊 甚至他都说出来了 要不下车 你们仨推推去 可是还没决定 到底该怎么着了 这伙还在这打着了 结果忽然 车载的那个布画机 响了 啊 同志 我是 刚才的那个人 能听见 我说话吗 你们要是能听见我说话 你们照着玻璃上摇下手行吗 哟 这布画机里的声音这么一响 这车里的四个人瞬间就静 谁 谁啊 马上四个人骑刷刷 刮刮刮刮 把枪就端起来了 端起来完之后 对着外边就开始比划 可是刚比划没三下 那布画机又说出话来了 啊 我知道 看来 你们是能听见了 同志 你们别害怕 我不是坏人 我也不害你们 我知道 你们是警察 我找你们帮点忙 我有事 这人的话说到这儿就沉住了 车上那四个人蒙了 而且那四个人有的还在里边喊 你在哪儿了 啊 哪儿了 可是又隔了这么几秒钟 这布画机又说话了 我就在你们边上的树林里 我五年前 让人杀了 就给我埋在了边上 你们啊 往左边看 有棵大松树 最大的这棵 我就在松树背面了 同志啊 我还有孩子 老婆 我还有家 妈妈 都还在 我太冤了 直到现在 他们都没找找我 甚至家里人 都不知道我死了 求求你们 帮帮忙 明天哪 找找我来 这布画机的声音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忽然间里边就又传来了滋拉滋拉的声音 然后滋拉了几下 这布画机 啪 就灭了 整个过程一分多钟 这四个警员手里边 死死地握着枪朝着外边等着 但是 后边就没再出任何事 干等 过了这么几十秒钟 其中一个人就说 咱先离开这 你先招车 然后开车的这司机车才缓过神的 马上扇钥匙就开始着 结果就这么一拧 车着了 然后立马踩上了油门 开车就走了 但是开出去了七八百米 开不动了 不光是司机 剩下的几个人都吓得够筋了 结果再次又把车停在了路边上 当时 四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彼此交流一下 因为都被刚才的事给弄蒙了 然后又沉了好几十秒 开车的这个人才说 咱们 咱们这 这他们遇上邪事了 是吧 结果这样的话 剩下那三个人 这才插上话来 然后仨人就相互开始劝起来 因为说实话 都是人 不是说警察叔叔就是钢铁做的 都害怕 不过相对来讲 那比咱们普通老百姓强的多 几个人怕了一会儿 但是稍微情绪就安定下来了 接下来还得硬着头皮 顶着雷巡逻 没办法 你别管再发生多吓人的事 还得干呢 所以就这样 足足是煎熬到了早晨起来 四点半左右 到了四点半 他们才离开了自己的片区 这才回到了单位 到了单位之后 四个人一块儿找到了领导 把这个事儿是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结果遇上明白的领导了 当场就拍桌子说 别管是真是假 这事儿明天咱看看去 你们先回家休息 你们下午赶个四五点钟过来吧 然后带几个人 咱上这看看去 然后就这样 他们就各自回家了 回到家里 这事儿跟家里人是一个字都没提 然后这一觉就睡到了下午的四点多 那等四点多起了 指定得快速的回队里边集合 但是我讲着后边的事儿 我就不用给您讲了 因为就当天下午 也就是六点半左右吧 因为他们是五点多到的那儿吧 挖了没有一会儿 就挖出件衣服来 然后就在那个位置 不但又挖出来了衣服 还挖出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性尸体 并且这男性尸体经调查还不是个一般人 是个从俄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 朋友们 那个年代 这可是顶级的重要人才了 这当初据说这厂里边把他送到俄国去 就是为了培养他控制一些机器的 但是万别想到 回来之后没干了七八年 这人就失踪了 结果来了个活不见人 死不见时 好多人都认为这小子带着技术跑国外去了 但是 结果让人给弄死了 而且死因呢 跟技术没半毛钱的关系 而是因情感导致的 并且这个情感的导致能把他冤死 因为据大叔说后边调查 这个男的的死因 是因为厂里边有个女同事爱上他了 结果这女同事在家不知道犯了什么病了 给这男的写情书 但是那个情书 他又不是说要递给人家的情书 有点像是日记 可是万没想到 让这女的老公给看到了 看到完了 这老公暗中就恨上这男的了 结果没些日子 那他就给杀了 但由于杀人的这个人呢 特别的因 他没有把这事揭穿他老婆 等于他老婆都不知道 那么 他连他老婆都不清楚这事 那只要他们不说 谁知道他的动机啊 所以在那个年代 这种案子 那你是拿脑子想 你都想不到的 那么自打这大学生失踪了 足足半年 都没找着人呢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就是据咱那刘大叔跟咱说啊 说这老景元当初跟他说的时候啊 那意思 这案子等结了之后 最麻烦的就是那个 那个案终 怎么写 怎么向上报 这本写不出来 因为你得给人讲 你是怎么破坏的这个案子 结果就写这个东西 给他们费了牛筋了 不过亏了 他们单位说是有个文笔比较不错的 帮他们把这事给圆过来了 等于这件事最终到底是怎么破坏的 只有他们所里边的 五六个人知道 剩下的人呢 都以为 咱们这名警员 是个超级神探了 咱们又见面了 这今天晚上说的这故事啊 是一个来自天津的大哥提供给咱们的 但是这故事啊 跟天津没半毛钱关系 他说我这故事 是我在四川遇到的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啊 这期故事的投稿人根本不是大哥 只是大哥带投稿 所以大哥连自个名字都没留下 但是呢 把他媳妇名字告诉我了 他说 我媳妇姓丁 叫什么什么圆 然后我给他改了个字 你就给我播报 管他叫丁文元就行了 我当时一看完大哥跟我说这个 扑翅我差点就笑出来 我说你真让我这样报吗 报完之后 你不怕你媳妇打你 然后大哥告诉我说 他是四川人 不知道什么是丁文元 我说人家不傻呀 人上网面一搜 不就知道什么是丁文元了吗 结果大哥说无所谓 没关系 反正你讲就是了 那么既然你同意 那我就敢跟你说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故事是咱们家 一位来自四川的女听友 名字叫丁文元的 提供给咱们的 有些朋友可能也好奇 丁文元怎么回事 其实这是早年间天津的一个相声 在当地特别火 就是这相声里边有个角色 叫丁文元 反正在里边演的这人挺神经的 您上网搜一下 您就全明白了 那我不耽误时间了 咱们不围绕这个话题了 咱赶快说今儿这奇怪的故事 今儿这故事呢 发生在好多年前 这时候大哥跟嫂子呢 俩人刚在一起 处于热恋阶段吧 由于两个人是在天津上学认识的 嫂子是外地人在天津上学 大哥一直照顾她 结果两个人大学毕业之后呢 嫂子就留在天津工作了 工作完了 俩人就确定了 这是个恋爱关系 甚至准备要谈婚论嫁了 结果嫂子就提议 说那意思 你能不能跟我回趟四川老家 大哥当时听完特别高兴 但是嫂子其实心里边有点顾虑 因为嫂子的老家呀 在大山里边 属于四川呢 算是比较偏的地劲 他有点不好意思 怕大哥跟他回家瞧不起他 可是刚巧呢 就在这姑娘 大哥呢 刚好暗中爱上了个东西 就是算是 也是受身边朋友影响吧 就喜欢上这个什么旅友啊 露营啊 喜欢上这玩意儿了 结果一听女友要带他回农村老家 大哥特别高兴 告诉女友说 是吗 你们家是大山的啊 哎呀那太好了 我去啊 啊那这样吧 咱们临去之前 咱好好准备准备 我买个帐篷 买点骂的 到时候啊 咱也可以不住你们家 咱上你们家山里边住去 女友听完扑吃就笑了 那不行啊 那山里挺危险的 我们那是野山 什么都有 不能住 可是大哥越听越兴奋 因为玩这个东西的人呢 是越野越好 而且大哥这会儿是新手 什么都没弄过 他根本就不知道分寸 结果女友劝他也不听 大哥花了当时 可能都得四五千块钱 买了一整套的设备 然后打扮的就跟那个 呃跟那旅友似的 结果呢 跟着嫂子 就回四川老家了 到了家人一看 这这这这俩人跟探险家似的 这是回家探亲来了吗 反正闹了些笑话 再加上那个年代呢 当地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打扮 结果呢 弄的大哥还解释了半天 说那意思 我们就是回家探亲 然后连旅游来的 直至到了跟嫂子回家 可能得第五天了 家里边的事也就都安排好了 该见的都见了 到了第五天 大哥实在忍不住了 硬逼着嫂子 非得让嫂子带她上山 并且呢 从家里带着吃的喝的都弄好了 而且做好了上山上三四天的准备 可是就在俩人呢 决定要走的时候 嫂子家的一个表书 就说那意思 你们不能上山 马上要下雨 这山上一下起雨来呀 可能会有山石流 那玩很危险 你们等过几天再说 但是大哥当时呢 听不懂 大哥就觉得天朗 星空的 对吧 万里无云 有什么会下雨的呢 你是能断天气是怎么着啊 根本就没把这表叔说的话 往心里去 表面上比较客气 但是心里有谱 于是于第六天 大哥跟嫂子还是出发了 出发前边真没什么事 挺顺利的 头一天 头二天都没发生什么 但是在这两天中 由于顺利 俩人在家上那会儿 年轻身体也好 爬山爬的就特别高 基本上爬到嫂子家门口 一座挺高的山的半腰上 可是等到了半腰上 第三天的中午 这天就开始变了 而且变得特别快 还没到下午了 就下起了请盆大雨来 大哥啊 跟嫂子俩人就服了 说那意思 你那表叔是真厉害 看来还真下起雨来了 当时俩人没搅着是什么 可是等到下午 一点多时候 那个雨下的可就奇大无比了 这不是在家 这是在野外 野外那个雨一下大了之后 尤其又在山里边 老吓人了 并且还伴随着雷声 你说那树底下 你到底是呆不呆呢 呆树底下 是能避点雨 拿雷披着怎么办呢 所以给大哥跟嫂子弄的 特别的难受 但是当时大哥没有这些户外经验 觉得雨太大了 就跟嫂子说咱们下山 嫂子别看是本地人 打小也没爬过山 她也不知道 俩人就往山下边走 结果还没走了一会儿了 差点从山上滚下去 因为这个山呢 一下了雨 您根本就下不去 因为这不是旅游景点的那种 修了路的山 全是野路 这些路一沾了水 那极为的湿滑 所以两个人 没下了这么几十米 就不敢再往下走了 结果嫂子就跟大哥说 那个我以前听我爸说过 山上老有泥石流 而且我们村还死过人呢 要不咱俩找个坡子上坡子上去吧 我感觉这雨下得太大 万一泥石流要下来 肯定得从这主道上下 咱们躲着点 大哥说实话没概念 但是嫂子说的挺吓人的 必定嫂子是本地人 结果这次大哥听话了 可是我告诉您 大哥命好 听话还就听对了 因为按照嫂子说的 俩人找了个高坡 到高坡上把帐篷支上 然后躲到帐篷里边 避着半截雨 结果到了下午四点多 忽然就听到这山上 传来轰隆隆的声音 那声音呢 就如同滚雷般的 一开始以为是闷雷 可是过了一会儿不对 那声音朝着他们越来越近 这时候嫂子就喊了 呀 山洪 大哥哪见过什么是山洪啊 天津人不知道什么是山洪 当时就迷糊了 打帐篷钻出来 结果往山上这么一望 我的妈呀 只见山上滚滚的洪水 从山高处往下落 看着就跟那红色瀑布似的 烂七八糟的 而且这洪水不只是水 里边还滚着泥浆 朝着他们这个坡的边上 一个下山坡的道就滚起来了 当时大哥是一身冷汗 高嫂子说那意思 多亏了你了 咱要一顾还往上走的话 现在咱不得让水冲了呀 结果嫂子这会儿呢 还挺那什么的 挺自豪的 跟大哥说那意思 必定我是本地人 我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可是嫂子的话还没说完 当时大哥是背对着洪流 嫂子正对着的 结果话最后一个字没说出来 嫂子看着远处就愣了神了 大哥立马也懵了 怎么了 嫂子当时就说 你看那什么 大哥立马也扭了头 突然间就朝着嫂子 指的方向看过去 结果就看见那洪流啊 打远处滚下来 这洪流中间的位置 有个东西 这东西白花花的 你要站在远处看 像只羊 但是那玩是向前进的 离得它们越来越近 再看就不是羊了 这东西身上是光面的 没有毛 就如同人类的皮肤 但是更像青蛙的皮肤 比人类的皮肤 瞧起来要湿润 而且更加光滑 身上啊 有条条的黑斑 但是那个斑呢 特别的浅 配在这个白色的皮肤上面 能凸显出来 如果皮肤稍微灰一点 上面那个黑条斑 您都瞧不见 而且还有个重点 这东西等离近了它们 此时才看得出来 这玩老么大哥了 一个脑袋就得顶上 人脑袋三四个 并且这泥石流啊 流到他们这的时候 有个大弯道 那个弯道就在 他们这个山坡边上 然后再加上 这水流速度比较慢 再接上弯道上 这玩刚巧在弯道那转悠 结果这会儿 大哥他们站在山坡上 看了个满眼 这刚才说的那些 那是离远了 看敢等这东西 真的离近了我的天 大哥在那看傻了 立马就扯着 嫂子那喊 卧槽 这什么呀 这这这这青蛙人是吗 嫂子当时也不知道 是什么呀 马上就跟大哥说 往中间走 往这边来 你别靠边的 他抓你下去 实际上嫂子多虑了 那玩儿离着他们 好几米了 抓不着他们 大哥这会儿也没顾这么多 胆也大 朝着这吐坡边上就往下吧 结果这东西流到他们脚底下的时候 好像瞧见大哥他们了 然后这东西 瞪着两个眼睛看着大哥 朝着他们 张开了大嘴 叫唤 叫的声音 似哇飞哇似狗飞狗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而且这东西张开嘴之后没有牙齿 并且一边叫着 两个胳膊还打着泥浆中伸出来 大哥说那俩胳膊伸出来呀 得比正常人长出一辈去 老嘛长的 但是下半身到底是什么样 有多长我看不见 他下半身在水里 当时说实话 他那个手的动作真像是要爬上来 这会儿大哥又有点害怕了 立马呢 又钻到帐篷里拿出来个登山帐 做好了搏斗的准备 不过说句心里话 大哥说这玩身上看起来挺软的 不像是带有极强攻击性的东西 可是这东西要是站起来 准比正常人得大上两到三倍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玩离到大哥最近的时候 大哥刚巧从上方下看呢 结果看到这东西侧面有两个耳朵 那俩耳朵是个漏洞 也就是说从耳孔 能看见他侧边的眼球 等于他耳孔跟眼球伸出是通着的 当时大哥说看见两个大白珠子 在里边这么呼隆呼隆穿悠 看着大哥身上这鸡皮疙瘩 搜就起来了 正当大哥看在那看着有点发僵的时候 嫂子在后边就拽他了 你过来 你怎么回事 你别过去 然后大哥呢 当时也是缓过神来 害怕了 立马就朝着嫂子这边站过去了 而且在这功夫啊 下面这玩意儿也就随着水走了 朝着山坡的下边冲下去了 可是这东西虽说冲下去了 他很明显 他的确就是发现大哥他们了 这东西一直挥着头 瞪着他们 当时大哥呀 看了半天 直至看到他呀 被洪水冲得不知道去哪了 结果大哥转过来 跟嫂子说 不 这你妈是什么动物 你 你小时候见过吗 嫂子听完直摇头 然后大哥又说 哎 你说他是不是收上了 咱刚才应该拿个绳子拽他 嫂子听完也不说话 觉得大哥脑子有毛病 然后大哥继续胡说 后边还没说出话来了 嫂子就急了 你别说了行吗 你还没 就是你 非得玩这个玩意儿 这下坏了吧 我告诉你 咱俩现在下不了山 一会儿晚上得在这过 除非等到雨停了 路稍微回甘了 那这晚上 那玩意儿要回来怎么办呢 你说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还在这说 还是女人心息 嫂子这么一说 大哥心里边 咯噔一下 坏了 媳妇说的是对的 这今天晚上到底怎么过呀 不过命还好 晚上那东西倒是没来 不过当天晚上 大哥说周围是百寿齐名 头两天睡在山里 没脚子这么害怕 可是这一天晚上 基本上就没睡 大哥说 我听到了好多奇怪的声音 就感觉 这个怪物不是一只 有好几百只围绕在山林中 全都盯着我呢 好了 朋友们啊 故事说完了 说了半天 也没跟您说清楚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您不能怪我 大哥也没说清楚 就是个怪物 您就把它理解成为 一个白色的大蛤蟆 但是它不像蛤蟆 有这么大的大肚子 跟人长得差不多 但是胳膊比人要长 嘴 脸 头 跟蛤蟆有点相似 可是 它又长了一对 人一样的耳朵 而且这个耳朵 侧面有个镂空的洞 这个洞 刚好能看到 它侧边的眼珠子 行了吧 我说的这个 您就靠脑补吧 大致画面出来了 那得了 朋友们啊 那咱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 下期节目更加精彩 咱们明天晚上六点多钟 再见 咱们 感谢观看